早 老师兄早 早 老师兄早 早 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中美人民法院呢 今天发布了个消息说 建国医院医疗器械贪污案 将会在11月1号公开审理 嫌疑人陶腾的辩护律师表示 该案尚有诸多的疑点 而刚刚和陶腾离婚的叶子医生 则被怀疑已经令结心欢了 昨天晚上的10点15分左右 本台记者呢在这个相家酒店内 就拍到了叶子医生和一名男子 在酒店内开房 直到凌晨2点钟 叶子医生才和这名男子 从酒店出来 叶医生这也太猛了吧 这不是富产科的洋主人吗 好像是啊 我看你去 他这也太快了吧 我冤了 你说他有什么关系啊 叶医生 我们可以谈谈吗 文贤 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事情 你闪人整个月能知道吗 这一巴掌是告诉我 杨俊波是我的 这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管你承不承认 你已经横在我跟他之间了 你打了这个巴掌 他就会属于你吧 但是我至少可以警告你 不是你的男人被别人抢走 你就可以来抢我的男人 如果你敢这么做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了 说什么敲敲话呢你们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绯闻 来败坏他的名字 你这样把他变成第二个陶疼 梦见你说什么呀 梦见你说什么呀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开心 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没事吧 我没有什么事呢 我都已经习惯了 梦杰她对你是认真的 一个女人能够那么疯狂的 爱另外一个人 不容易 好好珍惜吧 可是 爱情不是游戏 你是一个好医生 也做一个好男人吧 好好对她 我先忙 来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吃完 发泄完 该干嘛干嘛 谁要吃你这些啊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丫头 你从小到大吃了我多少零块钱 那谁想你有钱呢 你说吧 你找我来干嘛 我要你像个男人 我 我不像个男人吗 我们不能再等了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大小姐 是你说的欲情故纵啊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特殊时刻特殊对待嘛 万元我求求你了 你去追叶子好不好 你把它追到手好不好 你这会怎么那么恐怖啊 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 我们真的要有一颗 能战胜小三的心 不然你就等着一辈子 去后悔吧您 你们女人真的是太恐怖了 你现在需要的是理智冷静 尤其是像你这种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 比如说陈宇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 你现在真的必须主动出击 去追求叶子 我不管你有什么手段 尴尬